被男人拉出门的妻子 居然也变成了一个布偶 看着地上的布偶 男人忽然想起了一切 他看到妻子没日没夜地抱着布偶儿子 心疼妻子的他索性把布偶藏了起来 妻子找不到布偶 抑郁的他选择了轻生 孩子早邀 妻子也离他而去 悲痛内疚的男人又联系了魔法师 制作了一个妻子的布偶 被抱回房间的布偶又变成了妻子 男人搂着他道歉说再也不去外面了 桌子上器用的沙漏预示着男人 现在一样分不清现实和虚拟 一样困在原地 淋湿在了 悲伤里